雷锋帮助了那么多人 他想过自己没有 想过回报没有 这叫无挂碍的帮助 无缘慈悲 无私的奉献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 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一个真正没有牵挂的人 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无畏的人 师父还说 首先 无私之后才能无畏 因为什么都舍得人 才会什么都不怕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 童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童修分享道 我女儿是参加今年的中考 从女儿读初中开始 我们就定了高中的目标 我每天为女儿做功课 女儿自己也每天坚持做 但是女儿的成绩很不稳定 一直离自己的目标高中 还差一口气 我也有烦恼焦虑的时候 但是每当这个时候 我会在心里默默跟自己说 相信菩萨妈妈 相信师父 一定会慈悲我们 并有最好的安排 在女儿中考之前 我许愿小房子49章 放生1800条鱼 考试前吃素 并且把自己的部分功德 转给女儿 并许愿如果考上理想的高中 有机会一定要现身说法 女儿许愿考试几天吃素 结缘播放器 以及空白小房子 在考完当天 我们母女俩各自许愿准提神咒 解节咒 每天读诵白话佛法 吃素直到整个中考录取工作结束为止 在分数出来之前 女儿对自己的各科成绩进行了评估 因为语文是一门争议性比较大的学科 老师评分不定性的成分很大 换句话说 有很大的运气成分 前前后后 我们请教了三个老师帮忙估分 都是跟女儿自己估分差不多 但是当成绩出来的那一刻 语文的实际分数比预估高了九分 其他四门学科 也都比自己估分有不同程度的上涨 总分比之前自己预估高了整整16.5分 这相当于高中能上一个档次 同一时间 我们也收到被女儿心仪的高中录取的信息 真的法系充满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大字大悲观世音菩萨 今天放工时 发现车钥匙不在裤兜里 一时着急起来 因为离家里有点远 备用钥匙怕家人不想拿来 我就开始念些准题神咒 开始回忆刚才去了打谢地方 今天一整天都在外面开着公司的车 所以就先去公司车找 当时环境很暗 就用手机电筒照看车内 找了一遍还是没有 突然想到可能车旁的内侧可能会有 终于找到了 钥匙躲在安全带插座旁 很难留意到 非常感恩菩萨保佑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分享 往生咒消业障 真灵验 昨天去妈妈家吃晚饭 妈妈特意为我们做了全素食给我们吃 琳琅满目的素食 有素馄饨 拌黄瓜 凉粉 青豆等素菜 我一看食欲大增 真的感恩母亲的良苦用心 让我美美地饱餐一顿 可是饭后一会儿时间 我就感觉整个人乏力 我的胃不舒服 肚皮胀气 吃完饭我回家就休息了 心想睡一觉明早就会好了 每天早上四点多 我会准时起床 可是今早一起来 还是感觉整个人胃胀不舒服 在早课念经时 忽然觉得我要念往生咒 超度因我而死的小灵性 让他们得以超生 消除业障 这时想起母亲还没有吃全素 只是许愿初一十五吃全素 平时还会在家吃虾和鱼 荤食什么的 家有小灵性啊 昨天吃的饭菜 都是用他平时煮荤食的锅 煮菜给我们吃的 我和先生已经吃全净素快十年了 身体非常敏感的 早上我马上许愿念诵三波 一百零八遍网生咒消业障 真的神奇 刚念完经身体就感觉轻松舒服了 症状就消失了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南无施加谋尼佛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恩师卢君洪台长 我从今年二月份开始 就一知耳鸣 看了各种医生 和吃了不同的药 耳鸣始终没有任何好转 有一天 我看师父之前 对佛有的开示 我突然悟到 我在还没吃全素前 老家是住在海边城市的 为了忏悔我小的时候 吃火海鲜的业障 我马上跪在佛台 和菩萨深深地忏悔 同时马上许愿 念诵往生咒和许愿放生 许的数量 我是参考师父给佛有开示的数量 隔天 耳鸣真的奇迹般好转 虽然还是有轻微的鸣 但已经有在变好 祈求菩萨给我能量 让我能够好好地念诵完成 许愿的往生咒 消自己的业障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 有关中元节 于兰盆节的佛学开示 一 一 中元节的民间习俗 及玄学内涵 十五 王仁在地府的自由程度 和孽障深浅有关 哪些时间可被批准返回阳间 选择2012年10月7日 悬疑问答 人过时了 在地府里面 台长有时候跟人家 看出 说这个人在地府里 是自由的 另外 有的人在地府里面在讨饭 这个是不是说 就是因为他在人间 这个照的捏不同 下地狱了 到地府去了 受的惩罚也不同 是不是这个意思 那肯定的 百分之一百的 那就是说 到了地府都是受报的 他受报的话 你要给他小房子就要多了 他不一定抄得上去 就是这样 就是说 可能要惩罚一段时间 对 也就是说受一段苦 然后才能抄读到 有的人的意思是 就是说 他是不是 就是不一定要 鬼阶什么可以上 他随时随时就可以上来 不一定不一定 到时候说鬼道的话 也不能随便上来 他跟人间还是有规矩的 就是说鬼阶他才能上来 他平时呢 平时他如果有什么事情 要吵阳间的事情呢 他可以请假 可以抢 阳王老爷会给他上来 这个就叫自由 比较自由 自由的话 他有这个权利 就像人家一样的 你没犯罪 你可以申请护照了 你有犯罪的话 你护照都拿不出来 对不对啊 对对对 有限制了 那好 那谢谢台湾 十六 若无欠债 则不会有人来要债 选自2012年8月10日 直话直说 过去欠了这么多的债 你不知道还 但是代表你不还了吗 可以不还吗 你哪一天想还了 人家当然都来问你要了 对不对啊 不知道是不是 那是七八月份的原因 太多太多了 哎 不要乱讲话了 七八月份 七八月份 七月十五 对不对啊 中元节是会有一些人来要的 但是你不欠的话 人家不会来要的 听得懂吗 是的 感菩萨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 多少电影里都可以看到 那些坏人绑架孩子 是因为他们知道你牵挂孩子 用这种方法来让你怕 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从人间的角度上来讲 自己的孩子或家人被绑架 你会没有牵挂 怎么还变成了大无畏 实际上你理解错了 当你有无私大无畏精神之后 当你修得好的时候 菩萨会保佑你 你的孩子或家人就不会被绑架 你的家人才会很安定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